各位好,欢迎回到新一集视频情报室 今集就比较时事性一点 就是说《华尔加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 就是说晶片的短缺就令到 开始整个相机行业受影响了 以往通常都是一些厂商本身有库存 又或者厂商按不同的需要去衡量 自己硬食的差价 但是现在开始发觉不行了 如果有些Low Margin 可能是入门的Model 没什么钱赚的Model 要么是两个处理方法 要么暂时不出转 也有的 因为本来大家如果没有记错 记性好 5月份应该Sony 5月底 会公布一部APS-C机 全都连个Model都有 现在说完 ZV-E10 APS-C的二万能长期 但是公布下一部没有拍摄 而且大家保密得挺好的 但是就是这样 最有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因为晶片短缺 而令到创商推迟了公布的日期 另外除了Sony之外 其他公司都会遇到这些情况 以我所知就是一些镜头厂 明明都会有新的Model 但是因为晶片不够 就令到推迟了公布 因为大家发现一件事 就是基本上可能很重要的 就是你开发做第一批的产品 本身的晶片都不够 或者是那个晶片本身的成本 已经是加到很多 而导致整个生产的成本 是要重新调整过 或者是估计过 看回一些资料 统计 大家可以看回图 就是 缩细在supply frame上 那你会看到 其实由去年 2020年到2021年 开始慢慢的 就是复权的基数到100% 现在很少 但是这个趋势 突然间这几个月 是整个供应链断 很厉害的 基本上 由2021年 2、3月开始 就到现在 就超过10% 就是由90% 到100% 价钱起 还有厂商的复权 都由2020年开始慢慢 就是复权的基数到100% 现在去到很恐怖 4月那时 几乎是没有的 就是21年 21年4月 所以就变了 可能很多生产的计划 都因应晶片不够 就要推迟 那我们就想 全球生产的晶片 其实大家都知道 美中的贸易 都令到 晶片大战比较敏感一点 而且以往来说 整个供应和产业链 是有相辅相成的 例如 你高端的晶片 可能 就是单位数纳米的 那你可能就会 就是台湾会生产得多些 那台湾其实 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有很多 下游的一些 就是可能生产一些 比较 就是那个纳米 没那么厉害的 就是那个制程 没那么厉害的 但是都要做的 但是反正 如果原料 供应短缺 又或者是 就是 某一个供应链断了 而令到 就是他们都会受影响 那 那导致晶片 那个 就是会出现 供不应求的情况 那 还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说现在日报 估计就是可能都 就是 其中一些 一些国家 都因为可能 怕晶片放了 就会囤积某一些晶片 那 而令到 就是 整个市场 那个供应平衡 就失衡了 那 不知怎样 那大家 就可能会有个预算 就是 我们本来说 就是 就是 那 就是 因为 有一个心理预算 是 镜头 或者相机公布了之后 可能 供不应求 或者是 要等 要预订的时间 是会 久了很多 那所以大家要留意 就是如果有机会 这些情况之下 如果你心疑的镜头 是很想要的 而你觉得它的价钱 又是对的 那都是不要想 都是先订了 如果不是可能随时 下一水一订 可能已经是四个月之后 或者五个半年之后的事 这个情况 很大可能发生 在Nikon的Zman 的105VR 的 新的宽微镜镜那里 那大家要留意 好 那这一集节目时间 就这么多了 麻烦大家订阅 还有 有些任何新的东西 或者意见 可以随时发 在comment那里发表 多谢 拜拜